不同人玩手机的区别 有一个黑粉 不知道小伙伴们讨不讨厌黑粉 反正我是非常的讨厌黑粉 一天天都被他们给气死 其实我不说 小伙伴们应该也知道他们玩手机都玩什么 他们一天24小时都在不停地喷人 喷完这个喷那个 真是服了他们了 第二个熊孩子 熊孩子一天天的就知道捣乱 他们就跟得了多动症一样 一下不欺负人就不舒服 那他们每天拿手机干嘛呢 一天玩24小时游戏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玩游戏就喜欢嫁别人的房子 特别的讨厌 第三个路人 路人那可太乖了 从来不会去跟别人过不去 而且他们学习非常的认真 所以学习成绩也还不错 那他们会怎么使用手机呢 哦哦 每天拿手机备备单词 写写作业 路人们真是太棒了 第四个珍爱粉 珍爱粉们可是我的大宝贝呀 每天他们都很拼命 上完课还要上各种补习班 他们的手机会怎么玩呢 呀呀太心疼了 他们回到家还要用手机练习各种特长 唱歌跳舞 弹琴样样舍不了 小伙伴们你们有自己的手机吗